我們什麼樣子用Github架佔 你可以看到像我唯有辦雜誌 我們程式人雜誌的這個東西是放在Github上面 你可以看到這裡 這個整本雜誌也是放在Github上面 包含可以下載的Github檔案 iCloud.pdf 這些通通都是放在Github上面的 你點這個RIP它也是會下載 你點這個就跑到Github原始的專案裡面 你甚至也可以點這個把整個專案都一次下載 那這個東西變得很重要 以目前而言的話就是 就是你 你如果出去應徵工作 對方 考你說有沒有用過Github 通常就可以區分出來 一個人是不是有在玩開放原始碼 我們基本上已經可以用這樣來區分有玩開放原始碼跟沒玩開放原始碼的 所以它如果特別喜歡錄取開放原始碼的 那你不會Github就被刷掉了 所以呢我這邊今天的bonus特別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那我們怎麼做出這樣一個網站 我怎麼做出這樣一個網站 ok 我怎麼樣子做出這樣的電子書 然後傳上去 今天我先不教各位怎麼做 我們只教各位怎麼樣把東西傳到Github上面 好 那你要把東西傳到Github上面 我們先進到Github 當然你必須要有個帳號 阿我已經有了 所以我就3億 好 那我的帳號 自己的個人等 好 那我把它登入 登入 登入之後你會看到 ok 現在呢 我們 已經在我的我的帳號裡面 所以這裡有我的我的帳號名字 那我點進去之後你會看到 我裡面放了一堆東西 而且呢 這個是我自己的的庫存 這個是我曾經貢獻到別別的帳號的庫存 那你會發現都是程式人雜誌 因為 因為我兩個帳號 那 我現在呢 可以在這裡 Repository 或者是按這個加也可以 我就創建一個新的帳號 好 我現在按加 創建一個新的帳號 那我這個就叫做 WaveTest 我就叫這個帳號 WaveTest 那 測試專案 好 ok 好 那這邊呢 你可以選 要不要README 那建議是 選一下README 就是說它會自動幫你創建一個空的README的專案 然後呢 授權你要不要選 如果要的話 就可以選一下 譬如說 你要用哪一種授權方式 RMIT 這都是程式人的授權方式 像GPLV2 那你如果我今天選GPLV2 那我就點這樣 ok 那你也可以不要選 選不要選就那 ok 好 那這一個是那個 預設的語言是什麼 你可以選 也可以不選 但是我們就不選 我就開始建立 這一個專案 WebTest 這個專案 好 那所以呢 它自動幫我產生的README 就長這個樣子 你可以改喔 你可以改 好 那我來測試一下 可以看 好 這個檔案 如果我想改它 我就點進去 我按Edit 好 那這裡所用的格式叫markdown markdown 好 那我們來 測試一下 當然你這邊其實也可以放超連結之類的東西喔 好 所有的HTML的語法都可以直接用markdown寫在markdown裡面 那我這樣子我把它存起來 那你就會看到 ok 這裡還有個連結 都可以用 當然 如果你只是這樣的話 直接用這個寫 很多城市的專案 它會直接這樣寫 那如果你比較注重排版的話 才需要把它變成網站形式 不然的話 你直接寫在這個Github裡面就可以了 這樣子連上傳都不用 所以未來如果你用這種方式交 只要 只要 它有辦法做得出來應該也OK 那 我們今天要告訴各位的是 那怎麼樣子 上傳 所以呢 我們已經建好這個專案了 這個專案不是有個網址嗎 第一個是 我們 這個專案有個網址嗎 就是Github 把它Copy到檢驗部一下 看到 它的網址就是這一個 好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整個專案抓下來 那雖然我現在裡面沒什麼檔案 但是抓下來這樣就很壞 如果一大堆檔案就會抓得比較久 那我們要用這一個Github Github 裡面有個Github 我們切到這個Github 裡面 那請注意這裡面所用的指令 幾乎都是Linux Linux風格的指令 所以你打DIR它是不認識的 你要打什麼 你要打Ls OK Ls就是List Linux風格的指令 我們現在想要切資料講 那我把它切到一個地方 我這邊在CCC底下建一個Github的資料講 好 OK 那我就切到C槽 請注意在Linux裡面沒有槽的概念 所以它所有的槽其實都對應到變成路徑 所以我CDC Github OK 等一下 CDC OK OK Ls 有 已經到C槽 我是CCC底下才有Gith 不是C 好 這時候我已經進到這個Github 只要講 可以看到這個路徑是對 好 接下來我怎麼做呢 以剛剛的這一個例子而言 我們不是有它的網址嗎 不是有它的網址嗎 這個Gith的網址 我把它佈置過來 我用Gith clone 這個指令 然後呢 我把這個佈置一下 OK 我把它貼上 然後 這樣子它會做什麼事呢 它會把整個WebTest的專案給抓下來 那你再來看 LS 它有一個WebTest的資料夾 好 這時候呢 我切到WebTest 不會像你剛剛那樣用download.zip的方式嗎 也可以 那個download.zip是解 是抓下來 但是 如果你是前程式的話 我們不會這樣用 一般來講不會 因為 我要跟別人同步 那我已經開發過的東西 我會commit回去上傳給人家 那別人 再commit回去的東西 我再get下來 我不用每次都把舊的蓋掉 如果自己有寫東西啊 大家分散式的合作方式 這個叫做版本管理系 OK 那這是一種合作的 程式的合作的方式 好 OK 所以我現在呢 抓下來其實這邊就有個readme 這個readme readme.md的內容就是這個樣子 OK 我現在呢 把剛剛我們的那個test檔案 把它放上去 放到這個ccckit的webtest裡面 好 OK 我把它放上去 那 這個會比較麻煩喔 因為第一次用會比較麻煩 第二次就會很簡單的 但是呢 我現在要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kit 啊 kit 等一下指令是什麼呢 我稍微看一下我自己的筆記 有時候 會忘記 會忘記 check out 想起來 it check out check out check out 是摔難的意思喔 然後 然後 就是切換專案的意思 然後 open 是指他是個孤兒 只要孤兒就是他 他獨立出來 然後呢 我們 ghpages ghpages 這是 這是 專門github裡面 只允許你把網頁放在這裡 直接想要呈現的網頁只能夠放在ghpages 這一個專案名稱裡面 他才有辦法對應 所以他現在呢 被切到一個新的版本 新的franch分枝 叫ghpages裡面 ok 好 那這個東西其實像我之前做的時候 我有把一些紀錄 紀錄下來 這就是剛剛的那個clone 抓下來對不對 然後呢 切到資料夾嗎 對 切 然後check out open gh edges 然後這個不用刪啦 其實沒關係 然後呢 我們就 做完之後呢 我用add A A是全部 所以我做完之後 已經摳進去了嘛 我們已經摳進去了 所以我做完之後 其實只有一個檔 但是 習慣 就是全部加進去 加完之後呢 OK 嗯 加完 加完之後 我們 用這個 commit am am 是指訊息的意思 這個是版本訊息 告訴你這個版 讓你記錄這個版本 到底 他 他到底是修改的哪裡 好 那 因為我是第一版 所以我就叫 commit1 那 他這裡就 有一個問題 因為我還沒有設定我是誰 所以我要去設定一下 他告訴我 我要設定我是誰 好 那這個設定你是誰呢 跟等一下你登入上號密碼 就有關係 好 好 這樣我設定好我是誰了 再來一次 commit ok 他告訴你說 ok 這兩個檔案都commit回去 都放上去 但是這樣其實還沒有真的上去 這個只是放在你local的 的那個版本庫裡面而已 還沒有真的上傳上去 你要真的上傳上去 你要真的上傳上去 還要再做一個動作 就是 就是這個push push 的動作 好 那這裡就要打帳號密碼 好 那這時候他告訴你說 ok 已經傳上去了 那 他的 已經傳到這個端裡面 那他的網址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像我們在 我們在陳世仁雜誌的那個網址 你會覺得這樣有點複雜 好 但是 這個是現在 做陳世的人 幾乎是避諱 尤其是做open source的人 避諱 那現在我 我把他 這個網址稍微 放過來 這個是 帳號名稱 那我的帳號是 cckmit 那這邊是專案名稱 我們剛剛的專案名稱叫 web test 好 那接下來就是你的入境名 出境名 我們剛剛那個是test.htm ok 所以這個就上去 好 那 我做一件事情就是 我打 history這一個指令 他會把我剛剛所做的所有指令 通通都列出來 我把這一個 固定 那我貼到我們的社團裡面 贴到射短里面 那这个是我们刚刚的操作的内容 当然有一些打错的 有一些打错的 你要稍微看一下 哪一边是我顺序不对 导致后来又再做一次 像这个就做了两次 就是因为顺序的关系 你要先设定账号和email ok 那这样子大概就会比较清楚 怎么样子利用github 来做host的一个网站 也可以用github来host的一个 一个开放业实码专案 ok 那各位可以试试看 我觉得这一个对现在的城市 的人而言非常非常重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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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